大家早上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盘前解析 今天是2月1号 星期一 我是Vanessa 那我们照例在开盘之前 先回顾一下上周五的一个澳股走势的情况 在上周五呢 ASX200指数是下跌了42点 到了6607点 那在上周五 跟随着铁矿石价格下跌 5.5%的这么一个幅度 澳洲的一些矿业公司 比如说FMG 利拓和BHP 也都是分别有所下跌的 FMG下跌超过了4% 那因为铁矿石的下跌 上周五澳元对美元也是下跌了30个点 到了0.7643左右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美股时段 在上周五美股时段也是大幅收跌 道指和纳指都下跌超过了2% 标普500指数下跌1.9% 强生新冠疫苗的这个有效率不及预期 也是令到市场有一些承压的 那在上周最令大家瞩目的就是 我们看到的散户和空头围绕 像是游戏驿站 GameStop和一些 这些 股票的一些投机的交易 那空头机构相远也是直接举了白旗称 他们以后不会再做空了 他们以后专注研究做多的机会 那这个关于 这个空头和机构的这么一个对决 我们会在之后的财经快讯的 财经快讯的视频为大家进行解读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下一条视频 那今天的早新闻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 欢迎大家评论转发和收藏 那在澳洲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线电话 03-8658-0603和我们取得联系 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GoMarketsAU2和GoMarketsAU3 谢谢大家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